我們搭搭另一隻 都是營起股 就是3669 永達汽車 這是Jonathan 他說12元買的 現在還在捱價 他說發了營起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呢 其實他今早就彈過5% 高位去過10.5% 不過現在升幅正在收窄 這隻股份我初步看他的營起 都不差的 全年你說我年增長五成的盈利 變相是代表著第四季都有增長 第四季大家都知道 本身那個汽車供應鏈問題 都是很嚴峻 特別對於一些歐洲車 譬如永達是賣寶馬為主 都是會令到銷量是drop的 所以應該都看到整個行業 包括永達 只計銷量來說是一定不好的 但是大家可能會問 明明賣少個車 但是為什麼那個盈利都還可以保持著升 就是全靠個margin 因為去年你不夠貨賣 基本上你就不用打折扣 甚至乎再加價去賣給客人 所以就令到這些類型X股 去年的業績增長最大的原因 就是來自個margin的擴張 但是這個情況去到今年 未必可以持續到 當然又好又不好 因為你多了貨賣 你的銷量會提升 但是你每件貨賺少了 你margin就跌了 但是我自己有另一個擔心 這些4S股 就是電動車的競爭 因為本身傳統的豪華車 就很依賴這些4S或者那些銷售 去到出貨 但是如果你說現時的新的電動車 很多時候要是自己開店 就算我叫你幫忙買的 可能你的角色都是一個叫代理的人 純粹是昏擁為主 那情況是會有些差別的 所以你問我這隻股份 其實可能最黃金 最好的一段時期已經過了 就是說它2020年就很銳利的 去年上半年都不錯 但是由下半年開始都看到 慢慢有一個走弱的跡象 就算你這次發了的營起 我覺得都改變不了 它整個行業上面有個轉變 或者是根本方面 是沒有之前那麼強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些股份 我就不建議再大手買下去了 是